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看这个结构学模式里的第二种模式叫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呢相当相当之重要 在这个无论是生活中也好 然后我们这个软件开发里边也好 它的用的频率呢非常非常高 好 我们看一看代理模式的含义首先第一个 叫proxy pattern 关于这个代理呢 这个单词 我相信大家那个去那个在工作中 在生活中吧 应该你也见得很多 比如你要去买房对不对 有那么有中间代理 对不对 你甚至要办信用卡都有代理公司帮你办 是这意思吧 那么对于一个明信来讲呢 比如周建伦对不对 他有经纪人 有经纪人呢去帮他操作一些事情 那么甚至你去做了一款产品对不对 那么都有代理呢帮你可以干嘛去把产品卖出去 OK 所以呢这个代理这个模式呢 在工作中用的很多 那么在我们开发中用的也很多 首先看一看代理起一个什么作用 那么代理呢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通过代理我们可以控制对对象的访问 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咱们以这个 这个周建伦为例 对不对 假设我的客户 要找周建伦呢干嘛 邀请他来唱歌 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周建伦那个活少的话 对不对 一年接一场 那很简单他自己做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客户找他对吧 面谈合同签字 安排机票 唱歌 收尾款全部可以他一人来操办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发现 一个客户你是需要干这些流程 再来一客户还需要做这些事 来一百客户呢 流程是一样的 只有唱歌内容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周建伦本身是干嘛的 我是唱歌的对不对 别的事完全可以没必要做 这是我的核心的逻辑 核心的业务逻辑 那么在唱歌之前做的事 之后做的事呢 我能不能去交给别人来做 那么这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一个经纪人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理 再以后呢 如果我这个客户呢 要找周建伦 让他唱歌的话 好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 客户先找经纪人谈 经纪人呢 是干嘛 相当于一个代理一样 他专门去做这些面谈啊 合同起草啊 等等等等这些 跟核心业务逻辑呢 无关的事情 但是又必须要 必须要去做的 甚至这些流程 大家看这些流程 是不是都是套路啊 都是一些统一的处理流程 对不对 你任何 对吧 你每一场这个 唱歌的安排都需要 都需要走这个流程 到最后真正需要 周建伦唱歌的时候呢 干嘛 才安排他唱歌 听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流程呢 好是这么走 那么接下来我的用户呢 干嘛 要邀请另一个明星 对吧 出来唱歌 听懂了没有 比如邀请我们苍老师 对不对 出来唱首歌 那么怎么办呢 流程一样 也就是说我这个经纪人呢 我可以代理好多个明星 帮他们去安排这些活动 这个代理 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把这儿的这个 明星 对吧 他们看作一个 核心类的话 核心对象的话 那么大家看 比如他这个唱歌方法 是不是可以由我们这个代理来控制 我代理叫你什么时候唱 那你就什么时候唱 那么在调用这个唱歌方法前呢 可以做一些前置处理 比如说签合同 那么调用这个方法之后呢 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后置的处理 比如什么 收尾款 全都由我们这个代理呢 来做 但是呢 核心的唱歌 仍然由我们这个 真实的角色 对吧 仍然由他来去唱 这就是一个 代理模式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应用 那你也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 比如你要买房 买房呢 你对吧 你最后套钱就完了 对不对 前面那些办理跟房产相关的手续 你完全可以交给谁 交给中介公司来处理 这里边中介相当于就是什么 就是代理嘛 甚至你现在租房 也可以用什么 用代理来做 你可以可能跟房东从来没见过 对不对 代理来 你找代理 代理来跟房东什么 打交道 听懂意思没有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代理模式的一个现实的模型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总之它的核心重用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代理呢 我们可以控制对对象的访问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代理 我就可以完全的控制什么 周杰伦唱歌这个方法 最后呢 你会发现 经纪人比明星大 如果我这个经纪人呢 手里控制了100个明星 对吧 好 我变成老大了 反科为主了 是不是 那么在实际开发中也是这样的 代理到最后呢 可能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跟代理模式相关的 有一个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AOP编程 对吧 叫面向前面编程 这个在这个大家以后呢 会经常用 比如说学了Strazzar 学了Spring 对吧 各种框架里边呢 都有跟那个 代理啊 面向前面相关的内容 那么现在我可以给大家提的是什么呢 是AOP 面向前面变成呢 它的核心机制呢 就是谁 就是代理模式 就是我们的核心机制 先了解一下啊 先了解一下 那么通过这大家通过这个模式呢 我们这个代理可以做一个什么事了 就可以从而将统一的流程代码 放到代理的一种处理 也就是说像这些面谈合同其草 每次这个唱歌 他安排的都一样 我完全可以放到统一的代理类来处理 统或是说统一的流程控制里边处理吧 好 这里边是根据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内容呢 抽象这样几个角色 首先 抽象角色 真实角色 还有一个代理角色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真实角色呢 相当于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明星 对吧 周杰伦 他就是真实角色 代理角色呢 当然就是我们代理人了 代理人就是我们这个代理角色 那么他们两个呢 需要遵守共同的抽象角色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接口 那么我们呢都遵守同样的接口 这样的话 我们的客户呢 去谈的话 就好谈了嘛 我既可以通过跟代理 对不对 谈唱歌 那么代理呢 这有唱歌的方法 那他实际上 虽然他调的是他的一个唱歌 对不对 他去调他的唱歌 但是呢 他也需要对外 提供这样的唱歌 这样的服务的接口 让别人来调 所以他们需要遵守共同的什么 抽象接口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虽然实际上是由代理角色呢 去调用了什么 正式的角色 那这是我们的客户类啊 就我们的这个 外部的类的去调用 通过调用抽象角色呢 来去实现我们整个的这个 控制啊 好了 整个的模式呢 就可以让我们将统一的流程控制呢 放到代理角色里边处理 好 那么应用场景呢 太多了 管理代理 你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到的 你大家以后学的所有的框架 各种框架 里边呢 都会都使用到代理 那么大概呢 有对这个代理的话 大概有这样三种应用的场景 对吧 比如安全代理 平秘对真实角色的访问 直接访问 如果你要去访问真实角色的话 先通过代理来访问 起到一个安全的作用 那么 远程代理 对不对 比如我们的远程方法调用 就是一个 经典的一个代理模式 连程加载 对吧 你要去调用的真实角色呢 需要耗很多的资源 那么我呢 先给你返回一个什么 假的一个代理角色 你先用着 对吧 你先拿到它 对不对 然后呢 到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呢 通过代理干嘛 采取掉这个真实角色 比如说我这是一张 一百张的图片 那么你这客户呢 现在 我需要这个对象 但是你 加载了之后呢 可能不马上用 可能需要 对吧 隔了很久之后呢 才需要看这张图片 那我就给你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它的压缩版 那个小图片 对吧 我先让你用着 后期你真正需要 看它的时候呢 干嘛 我再去调 这也是类似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实现方式 那么这个代理力呢 风又叫两大类 一个叫静态代理 一个叫什么呢 叫动态代理 那么这儿 大家注意哦 这里边 听这个名词 我希望你好好听一下 要不然你很容易产生误解 静态代理也好 动态代理也好 它都是代理 静态代理呢 只不过是由我们自己 来定义这个代理类 代理呢 由我们自己来去定义一个 比如我定义一个经济人类 对吧 那么动态代理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我们的程序呢 自动生成代理类 就是我们不用管了 由程序来自动生成代理类 这个在工作中用的更多 好吧 当然动态生成代理类的话 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动态 生成字节码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一般情况提供这样几个实现方式 第一个呢 就是DDK自带的一个代理类的生成方式 一会我们可以给大家写个实例 还有一个呢 大家可以通过前面 我记得给大家前面 给大家讲过这个自建码操作 对不对 讲过JavaSystem 对吧 提过给大家提过CGlib ASM通过这些字节码操作的工具呢 你也可以实现什么 也可以实现这个动态生成代理类 当然今天的我们没必要每个都试一下 咱们是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总之意思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动态生成代理类 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 在这儿呢 结合我们这个例子 咱们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这个 先写一个静态代理的模式 大家先看一看 体会体会这个过程 这是这个静态代理的一个 流程 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这个 这里边画这张图是一模一样的 客户类抽象角色 代理和真实角色 大家可以看看 就比较一下 客户类调用了我们的明星接口 这抽象角色是一个接口 这个里边呢 可以干嘛 可以这个面谈 对吧 签协议 订票 对不对 唱歌 收回款 对不对 等等等等 然后呢 静态代理类可以干嘛呢 他实现了这个接口 他可以做这些事 只不过呢 他持有一个什么 大家看 他持有了一个真实角色的一个引用 看到没有 通过他 我可以找到这个什么 真实的角色 真实的角色呢 也是实现了这个这个接口 他也具有什么 也可以干这些事 不过呢 因为你现在呢 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访问代理类来实现的 所以呢 他一般的方法呢 只要这个代理类的方法 只有你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唱 Sing的时候啊 才在这个Sing里边 去调用真实角色的方法 就是说我什么时候需要让他出码的时候呢 通过代理类去呼唤他 让他出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关系啊 来我们看一看啊 来咱们开始写一个 这个代理模式啊 那么大家写的时候呢 重点关注这个类之间的关系 比如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呢 先定一个 来 咱们先写一个包 叫做 proxy 好 这个proxy里边呢 咱们就写一个 再定一个包吧 叫static proxy 静态代理 好 好 来 在这个里边呢 我来new我们的第一个接口 咱们先new这个接口吧 叫start 就像我们那个 咱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流程里面也是一样的啊 我这里面可以让我们这个这个接口有这样一样方法啊 第一confer是签协议 然后这个是con sign contract对吧 签合同啊 还有一个是book ticket 订票啊 还有个什么 我为的信 创顿 然后呢 collect 收尾款吧 collect money money ok 呃 面谈 这是什么 签合同啊 这是那个 订票 唱歌 最后是我们的收钱啊 好了 接口里边定义了这样四个方法啊 这样五个方法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干嘛呢 我们来定义相关的代理类 啊 我们先定义什么呢 先定义这个真实的角色了 好吧 先定义这个真实的角色 呃 真正在这 咱们就叫 叫real star 好 real star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里边呢 首先他也需要实现我们这个抽象角色 对不对 实现他啊 然后这么多相关的抽象方法 这里边我就 嗯 给大家 咱们就随便打出来吧 啊 你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对吧 real star 订票 对不对 真实角色订票 好 real star collect 啊 因为是用了测试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那个 太纠结这该写什么 只要标志了我们的方法调了就可以了 好 唱歌这呢 我们可以 用star对吧 比如写个 嗯 对吧 周杰伦 对吧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写个什么呢 写个定义代理类 叫proxy 是吧 start啊 嗯 道理是一样的 start 这里边呢 好了 代理明星 对吧 经纪人 来干什么 对不对 跟刚刚的套路是一样的 好的 大家注意这哦 这 这呢 这个代理代理人呢 他什么都可以干 唯独不能干嘛 唱不了歌 对吧 他要的歌都能唱的话 他就对吧 直接把周杰伦剔了 所以他这里是唱不了歌的 所以怎么办 他还需要调什么 调这个real star的方法 那么你要调他的唱歌的方法 那么是不是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的对象啊 所以呢 我在这呢 先定义一个什么 我需要知道我代理了哪个对象 听懂了没有 所以叫什么 叫real 你可以写一个 就叫star 然后叫 叫小写的star 然后呢 我再去创建我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好 我给他把这个真实对象传进来 听懂了没有 这样 然后我在这可以调什么了 star 看懂了没有 持有了一个真实real star的引用啊 好了 这是我们的代理 这是我们代理类啊 这是我们真实的类 现在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测试一下 我这写个client啊 这client里边呢 我们写一些啊 这就写一下 来 比如说 首先我要写一个real star啊 这是真的明星啊 叫real吧 啊 new real star 这是我们真正的明星 听懂了没有 然后下面这是什么 proxy啊 这proxy是我们的 他代理的上面的real 明白了没有 proxy 他代理的上面的real 好了 然后呢 就可以干嘛了 我就可以调他的方法了嘛 我可以调他 来 先面谈 面谈完干嘛 比如说我看可以干嘛 签合同 对不对 然后他可以干嘛呢 订票 啊 经纪人订票 经纪人干嘛 sing 唱歌 注意哦 这儿呢 是客户呢 我们的客户呢 是找经纪人说唱歌 那经纪人找了谁 经纪人呢 找了我们的 不好意思 跑错地方啊 经纪人又找了我们真正的那个名 是吗 真实的角色 周建龙这个明星去唱歌 所以这儿呢 是找了 他里边找这个角色 好 但是我们客户呢 并不知道 对不对 你找了谁 我不知道 你内部怎么处理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什么 我需要什么 我都跟你跟你这个经纪人打架道 看懂了没有 好 大家看 前面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的代理人在做 只有这个唱歌的时候呢 才是什么 真正的这个real star 对吧 这个真实角色呢 出来唱歌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那通过这个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代理人呐 就完全的控制了什么 控制了我们这个 真实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代理人呐 才能拿到真实角色的这个 内容 方法 看到我意思没有 来 这是今天代理人呐 来 那么 接下来呢 来我们在这儿呢 来 把这个图画一下啊 相当于复习了 虽然pv上都有 static proxy啊 来有这样一些类啊 拖过来 在mine clips的话呢 还是相当的轻松的啊 这是我们的star 这是我们的客户 这是我们的客户啊 这是我们的重画一下吧 这个realize 这是我们的这个明星star对吧 好 他们都是实现的关系 对不对 他实现了他 他也实现了他 靠近点啊 然后呢 proxy你可以看到 他持有他对吧 所以他还需要去调用他 就他依赖于他啊 好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我们这client呢 只需要干嘛 对吧 对吧 他只要作为他来讲的话 他只要跟干嘛 跟我们接口打拥到就行了 好 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OK 关于这个咱们就讲到这啊 大家呢 希望呢 通过这种设计模式的讲解呢 不光 对于这个软件开发这块对吧 你有些认识 那实际上 可能对你的 在生活中的一些 生活功能中对吧 一些对社会性的现象的理解 对吧 应该其实是都是一样的道理 哇 好